一百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非常少 具体到我们中国东亚这个区域 超过一百万年只有一百七十万年前的标目人 一百六十万年所以一百二十万年左右的蓝天人 云县人就处于一个中间的环节 它是最近一百万年左右 后来又有北京猿人新的侧年表明 北京猿人可能在八十万年左右 中间这个环节基本上是靠云县人第三具头骨在支撑 它应该是层上其下的一个过程 总体来说当我们最早的人类从一只骨源中演化出来的时候 我们脑量很小 大概有着三百多毫升 三百五十毫升左右 与现在黑猿猿差不多 以后逐渐增大 到能人时期有一个扩大 到直立人时期来变得比能人明显的扩大 像北京猿人平均是一千零八十八毫升 我们期待第三号头骨 对于他们的脑量能够有更加精准的数据 但是我们必须会在一起 这就是这个人 这就是这个人 而且我也会在身边 你说的这就是这个人 我们在这边 就是这事 我们只可以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边